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特朗普与盟友在开思 中国遭连带趟枪 但却值得高兴近日 曾担任美国白宫首席战略师 特朗普竞选总统最大功臣的史蒂夫·班农 再次与其过去的盟友特朗普开思了 班农在一本书《五日发行》的书上 透露了大量涉及特朗普和其家人的隐秘 使得特朗普十分恼火 公开发表声明抨击班农已失去理智 并对其在竞选中 以及短暂的白宫任之中发挥的作用持否定态度 特朗普 那么班农到底爆料了什么料 以至于特朗普爆票如雷 公开表示 与班农划清界线呢 通读美英各大媒体刊载的一部分节选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班农陈述地 针对特朗普及其家人 竞选和执政团队 一些让人沉默结舌的作为 其中更是还包括了通俄门的一些描述 其就批评道 特朗普的儿子等人与俄代表私下会面是无外国心的表现 美军我们都知道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特朗普的事情 莫过于通俄门了 班农的陈述 无疑就击中了特朗普的这一痛点 当然 班农作为曾经的白宫首席战略师 和一名保守派 其在书中针对一些白宫执政问题 他也大力呼吁 美国应该认清真正的对手是中国 中国很重要 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中国崛起看到这里 我们也不幸感到高兴 幸好班农已经与特朗普决裂 冰卷铺盖离开了白宫 不然以其顽固的强硬对华思想 依然会影响整个白宫的战略决策 给我国崛起带来更多的掣肘